Hello,大家好,小鱼 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四川阿巴州的李县的这个碧棚沟啊 碧棚沟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看了我前面的视频啊 我改完店出来呢已经几天了 肯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想知道 我这个店改完了好不好用啊 告诉你们一个非常遗憾的消息啊 我出来之后其实我一直没有用 我昨天晚上是准备要用了 结果呢 我把我的所有那个设备都插上了 逆变器也接上了 那个插牌也插上了 因为那个逆变器就一个那个插头啊 连到我这个插牌上面之后 用起来才会方便 当时接的时候人家就就是这么告诉我 但是他就说你用的时候你夹上就行了 不用你拔下来就行了 昨天晚上我刚刚把它夹上 然后插牌坏了 我真的很无奈啊 我这店我当于再还没试过呢 反正这次按完之后 还是有好多朋友告诉我这个不安全呀 其实说实话我确实是挺心有余悸的啊 这个店出问题啊 他和你车啊 像喝了碰了不一样 你这万一真起火了 我是真怕呀 现在呢我是准备要出发了 就从碧棚沟出发 再往马尔康方向走啊 是还要经过里线 这样的话咱们上里线再重新去买个插牌 还有就是 我在里线还信心念念一家这个面啊 这是我那天到里线的时候下雨 我自己去吃了碗 我到现在还怀念 所以说咱们去买个插牌 再顺便去吃那个面 我一个特别不爱吃面的人 我都吃上瘾了 哎呀又灭了 这个刀车就刀剥好了 每天不灭两次火 都不是我了 我到里线了啊 这个停车位也够难找的 还有就是这白天也够热 先行带你们吃面 吃完面了之后 咱们去买个插牌 到了啊 就是这个牛肉炒面 哎呀他家这个干拌面 蛮好吃的 我那天吃干拌面小份的 我刚才要大份 老板娘说我肯定吃不完 又来了个小份的 来咯 看一看不下来 哇塞 老过瘾了 看起来就好吃 而且肉给的特实惠啊 12块钱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 再来碗蒜 开吃 看着没 全吃完了 一丁点都没剩 吃完了 太爽了 咱们现在去找地方买那个 插牌 有插牌吗 我看一看 就是我想放在逆变器上用 有没有带那个USB插口的 没有 全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 这怎么卖的 30块钱 30块钱没有便宜了 不能便宜些 便宜 快 行吧 拿个这个吧 插牌卖完了 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 它是能用是不能用 反正这插牌不都这样吗 你就先买着它 今天晚上咱们就试试 我就让你们说的 我觉得我那店我还得改 我还得弄 上哪弄吗 上哪找明白人弄吗 别告诉我 得等走到拉萨之后 找明白人再给我弄 我现在我真的是 一头雾水